目前已經有超過16萬6千名 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及家屬 向中共最高檢察機構控告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目前居住在日本麗木縣的沈佩銘女士 就是其中一位 在迫害開始不久 身在大陸的她 就曾經控告江澤民 並因此被抓 而如今的第二次控告 她說不僅是為自己 更是為了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修煉者伸張正義 現居日本麗木縣的沈佩銘女士 曾多次遭到中共抓捕 她也是這場大規模迫害的受害者之一 我曾經兩次被抓緊看守所 第一次是因為我講真相被抓 第二次是因為我要控訴江澤民 2000年冬天 沈女士因向普通民眾 說明法輪功真相被關進看守所 在看守所中 她的親身經歷 與周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 讓她意識到必須要採取行動 制止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的殘酷行為 在冬天 他們把冰冷的冷水 拉開了大法帝斯的衣林 就是這麼倒下去的冰冷 冰凉的 有的被吊起 手這樣吊吊的 那有人手也當場被吊斷 他們不停地在半夜裡不讓我睡覺 隨隨地你睡著的時候 她會半夜裡把你叫出去 去提審 就是不讓你 有意地不讓你睡覺 他們這是非法的 是踐踏法律 踐踏人權 所以呢 我就寫信給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檢察院 還有寫給上海侍衛 我要把我在看守所看到的和我親身受到的迫害 全部寫在上面告訴他們 這是犯法 對於這個從初中起就被插隊落户十年 婚後由於身體多病而長年休養在家的體弱婦女而言 是修煉法輪功給了她第二次生命 從看守所回家後 不會電腦的沈女士開始動手寫 控訴江澤民的信件 我整整寫了五個月 我寫了四千多張紙 都是用手寫的 因為我不會打字 不會電腦 我只能每天就這樣堅持 寫 在2001年的時候 這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最瘋狂的年頭 沈女士的這些信件很快引起當局的注意 並找到了她曾經工作過的單位 對她的自己進行筆記對任 結果後來呢 就是單位問我 你在幹什麼 我說你幹什麼 他們告訴我 警察上單位去了 從此 沈女士開始了半年多流離失所的生活 2002年1月4日 當時她正在湖州的親戚家躲避中共的追捕 深夜12點多 熟睡中的沈女士突然被警察從被窩中脫起 就這樣穿著一件單薄的睡衣 在寒冷的冬天被警察連夜帶回上海 此後被判勞教兩年 2005年 全家在日本團聚 並堅持修煉紙巾 如今 全球掀起宿江大潮 沈女士認為 這是讓江澤民罪行曝光 將其神之以法的大事所在 也是每一位法輪功學員應盡的責任 一聽到有樹江大潮 我就是走在前面 我一定要樹江 這是我應該做的 因為許多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 被活摘器官的大法弟子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 我們不為他們去伸張正義嗎 這是我們的責任 不因迫害而放棄修煉 不因威脅而退縮沉默 面對強權 沈女士為正義發聲 堅決訴江 毫不畏懼 在世界各地 包括中國大陸 還有千千萬萬像沈女士這樣的法輪功學員 她們不僅是因為個人受到迫害打壓而訴江 更多的是為人間正義處理 拒絕沉默 拒絕與邪惡同流合污 K翻譯 底 雙 凍 詞